破归一地,接力断建,无人非浅 无人非浅,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没有因果了 请言斯文银河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 此政别情,正知者,求佛举世发挥,宪政令之 佛因此,睡就是因此,就佛举世尼王生灭的身中 显出不皱不变的见性 意思就是告诉佛举世尼王,皱就是皱纹 脸上、皮肤上所显出的皱纹 诸位,我们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不爱漂亮的 当我们年岁渐渐成长的时候 我们的皱纹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可是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身体的心性是不起皱纹的 心性不起皱纹,哪一种情形 心就起皱纹,动念它就会起皱 就是烦恼的意思 心性的皱纹就是烦恼的别名 大海本来就平静了 无缘无故,你就把它丢一颗石头 无缘无故,你就是把它丢一颗石头 自己又没有智慧 所以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是生命当中最悲哀的 比没有钱更悲哀 一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 他碰到一件小事情 他没跌的 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就只知道一直要发怒 一直要发作 一直要伤害 一直要把事情扩大 他内心没有智慧 无法处理内在里面的烦恼 他就一直爆发 显示自己的无知 为什么? 他没有出口啊 没有管道可以疏通啊 大家都要顺着他 让他去发挥他的无知啊 一个平凡人这样没关系 那一个国王怎么办? 对不对? 一个国王一动路 人头落地啊 杀人无数啊 所以啊 你研究过百法明门论的人都知道 人死后 剁三恶道的 占百分之九十几 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持五戒 能行十善 可以升天下辈子再做人 那一些在整个地球六十亿的人口当中 懂得进入佛道的 有这个善根的 其实不多 目前大圣佛法的 小圣的就是泰国那个不谈 全世界善根最深厚的 大概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 属于大圣菩萨根性的 这个是值得庆幸的 不然你到日本去看看 日本那个和尚 也结婚了 喝酒吃肉啊 他都没关系的 日本 他的念经他就这样子咯 你们看过那日本吗 那和尚的念经呢 他为人消灾的时候 他不是像台湾的法师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打木鱼 对不对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社会国旗 世纪过多远 日本和尚不是这样念的 日本和尚是这样 然后再打一下 散一下 那个水车也要不要 再盖起来 再盖起来 打一下 这样叫做诵经诵完了 骗鬼 这样拿着诵经 你到日本去几乎没有佛法 应该讲完全没有证法 应该这么说 所以生长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 还是非常幸运的 可以碰到大圣的佛教的 究竟的菩提之道 实在难能可贵 所以你想想看 又这样有善根 又要能够修学佛道 到最后能够成就的 真的是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 就可以知道 诸位有多么的幸运 坐在底下 听经文法 所以我们皮肤一定会皱的 因此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重点不是在皮肤 我们的重点是在心性 但是也不要把它搞得太老 有的才四十岁以后 看起来就像六七十 需要这么有修行吗 没有必要吗 只是 师父你的皮肤怎么那么白 我就跟他讲 我们房屋师的白头弄给我 他当然就黑了 当然开开玩笑的啦 所以在这个重点呢 不是在脸上的皱纹 是在内心里面的烦恼无名 起无名的时候 那个就是心灵的皱纹 那个不是你用任何的化妆品 可以解决的问题 化妆品可以解决一下 我们皮肤的假象 对内心的烦恼无名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在座诸位 最重要的美农师 就是佛法 佛法让你的心非常的美 因为你 当你学佛以后 你就不会有恨 也就不会有嫉妒 你的内心就充满着喜业 喜业是一切功德的开始 怀着一颗喜业的心过日子 那你哪一天不是享受呢 因为你拥抱了真理 你拥抱了正法 你就是 十一处行 很简单之下 你都可以过活 所以佛在一教三经里面 说知足的人 知足的人 就是睡在地上 就像处在天堂一样 他有充满大智慧 是不是 因此 身上的皱纹 是随着岁月会起皱的 但是呢 我们身上有一种 没有皱纹的见性 就是真心 不起皱纹的 正知此心 不生灭地 是向 波斯尼王自身发挥 令之 令之验证而知 不知 再生浮云 又因 会中疫情 现前身中 何止是希望生命无常性 何止是真实不生命 常住性 正是如来一点水墨 两处成龙 修行 他就是在这个诀窍里面 悟跟不悟 金子大众 诸有漏者 众中 毒子有漏者 以破除断 见 出祸 出祸 就是什么叫出祸 就是容易检查的 身见 边见 见起见 借起见 邪见 这个容易检查 贪嗔痴慢 就很难检查 它是任应而生的 失祸是任应而生的 随着无量节来 你起这个思想 它里面就是 贪嗔痴慢 没办法的 事为止 戒内凡夫 二圣有邪 若便 见性真常 则三圣甚重 为明 见性 真常之心 一显结 燕闻也 底下 如来 争嫌不灭 二零一 佛告大王 奴身 身现在 今父问如 如此 肉身 为同金刚 常住不朽 为父便饭 世尊 我今次生 中 中 从 便灭 这个 从 就是归 中 就是 究竟 我 这个 色身 究竟 中 归 便灭 诸位 在座 哪一个人 不会死呢 不会死的 请举手 大家都不敢 举手 表示 大家都很清楚 一定要面对死亡 诸位 既然你知道 一定要面对 这个死亡 为何 对这个 元气 严密的假象 如此的 坚持 割舍不下呢 是不是 为何 对金钱 对自己的 所有 所有拥有的东西 如此的 执着呢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 佛陀告诉我们 要做 总监观 就是 要常常 去坟墓 旁边观察 为什么 佛陀要叫我们 做白骨观 你打开 阿含经的 试念处里面 讲得多么的清楚 佛陀常常 叫我们 做善观 善观 善观就是 关照一下 前两天 我看到 这个 电视的节目 讲到 中日战争 日本轰炸 重庆的 看到这些影片 这些老宝贝 还没有死的 从重庆出来 来到台湾的 电视记者 去访问他 他说 这个日本 要打到 我们中国人 栖息臣服 为止 不讲道理的 当时 蒋介石 成立国民政府 往后退 就在重庆 他这个飞机 你一天 时时刻 就是一起去炸 这是我看到 电视的 这个记录的影片 然后老宝贝 出来讲的 他说 那个时候 大家都 哭不出来 不会哭 那个战争 那是怎么个打法 因为 国民 国民军队 飞机全部都 被打掉了 没有空军 没有空军 就任由日本炸 听说 蒋介石 在重庆 在飞机 一天大晚 统统去炸重庆 那老宝贝 出来讲 他说 那个电信杆 一炸起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 那个电信杆 挂着一条腿 那个肠子 就炸起来 砰 那个肠子 就挂起来 你可以在路边上 看到 一个母亲 死在 被炸死 然后一个 小孩子 幼儿 在旁边哭妈妈 你也可以看到 一个母亲 抱着这个孩子 这个被炸死的孩子 那个 血肉模糊的孩子 抱在怀里面 痛哭 痛哭 有时候哭到最后 都哭不出来 人到最伤心的时候 没有眼泪 那种 震震 一炸下去 那不是五马分尸 整个身体就 就开了 最近 举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 七十周年的纪念 中国大陆 大陆举办了 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 七十周年 这个老贝贝的 从重庆出来 在电视上 在讲的时候 他说这飞机飞过来 大家 他又挂着很高高的灯笼 他在重庆最高的地方 挂那个灯笼 灯笼一升高的时候 就是日本飞机要来炸 来的好大的灯笼 远远看 哦 一个灯笼 他说灯笼没有下来 警报没有解除了 他是有的 贝贝在防空洞里面 躲了三天三夜 有的躲七天七夜 都没有 刚才灯笼都是挂起来 警报都没有解除 警报都没有解除 那一种日子 不是人过的 到处都是尸体 那些记者问他说 那贝贝那你有没有哭 他说我哭不出来 那个时候哪有时间哭 没有时间哭 那个到处都是尸体啊 听到这样讲 我们就没有经过战争的人 是很幸运的 说我们还是要珍惜 和谐和平的日子 第夏二 这此福遇事 虚妄生命无常生中 有个真实不生命 常住的心性 以应阿难利王之求